六個香港興國瘦的孩子落學贏這次結合本土文化 邀請老師用出別的方式 一邊打完琴、一邊帶小孩、唱歌詞 就出希望開發小朋友的學習的興趣 也讓本土議員落實在校訪意義生活中 對著老師的伴侶,小朋友留在家裡的思想 這是六個香港興國瘦基盤的孩子落學肯定 不然用台語來唱歌跳舞 老師還會跟大家分享在地的理事故事 和小朋友都覺得很趣 我暑假來這裡學夏日樂學 學了山茶花、紅骨粿 學得很開心 因為我是本地人 包括這裡的思俗 包括這裡的... 吃幾粒的商品 一點一度 我都可以跟孩子說給他們聽 像他們,我會跟他們唱紅骨粿 我就會帶孩子在那裡跳 我就會用過我自己拍照的 或是用過我自己的 我自己準備的那種音樂 都有啦 我都會跟他們說 說這首歌 他的故事到底是在說什麼 高興國瘦上當中是本土議員的庫町 希望有多拍心得到下風險 來啟發孩子的學習慶祝 也讓他們從小孩就能夠了解 教育的文化 添加頂尚自己記住的環境 我在家都跟阿公說台語 都跟阿公說台語 可以跟我們本土的藝人 競交來食材 也可以用涼刮 唱曲 或是說來認識到 我們地方的我們在地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文化 可以在這個 快樂的思考 有到好的東西 跟我們台灣文化 跟我們本土的生活 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 一代一代傳下去 透過基板本土議員的庫町 希望小朋友可以當台語 都是在好風以及生活當中 從本土議員繼續來團行下去 記得請到差不多 謝謝